Good morning guys 今天呢 是禮拜六 七點半現在 昨晚上我沒有睡好 失眠 其實我發覺我只要失眠的時候呢 大概是我需要 做d-load的時候 所以 這個禮拜呢 今天會是第一天的d-load 那由於今天 一整天的schedule都很 很滿 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 必須一早的時候 先去健身 然後等一下還要再回來 然後要收貨 因為我們今天呢 會到一些 無袖帽T 所以說 我必須要在公司 但我現在就馬上趕到健身房去 做完我的重訓以後呢 回來 收貨 也許還可以再做一點優養 所以我們現在就 直接出發 Let's go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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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said baby I am not afraid to die Push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Push me to the edge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I am not afraid to I am not afraid to I am not afraid to 所以剛剛結束今天的重序蠻快的 因為主要就是低樓所以說 數量不會做很多你也知道 我們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坐D-Low 噓 後面也在摩托車 我現在倒車 等一下 我坐D-Low的時候呢 我會非常非常的放慢每一組的速度 然後去完全是感受那個Mind Muscle Connection 當我需要D-Low的時候呢 主要我會看我今天訓練週期大概有多長 想說一個週期訓練四週左右 然後這四週我每一週都有做重量的突破的話呢 通常在四週結束以後我會需要一個D-Low 或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有些關節 像是我的手腕的關節啊 因為訓練量一直不斷的增加 然後呢讓我的關節訓練週期 可能四週快要結束前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越來越不舒服 那這個時候我也會知道說我需要一個D-Low 或是當我睡眠品質有越來越差的時候 但是工作量或是壓力都沒有特別的變化 這個時候呢也是一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需要做D-Low的徵兆 所以我基本上是用這些方式去觀察我自己的身體 基本上讓我知道說什麼時候是需要休息 當然不一定說每一個人訓練四週後就一定要做D-Low 懂我意思嗎我今天想要跟你講就是你要不斷的去觀察自己的身體 那當然你一開始訓練的時候 你會需要一段時間去學習去辯解這些身體給你的不同的訊號 不同的警訊 你才會知道說OK什麼時候我是需要休息 就是這樣子有時候重訓啊健身這東西不是 很多做很多決定不是要別人幫你做這個決定 一定要你自己做這個決定 那很多人問我說我該怎麼做我該做這個 還是說那個很多時候你就是要自己去試試看 健身這一塊或是飲食這上面呢 很少是一定要做或是一定不能做 有幾個東西是一定要做的 像是說如果你今天要減脂 你必須要吃的比你需要維持體重熱量還要來的少 那這是一定要的 像是說我需不需要重訓前的時候需不需要吃碳水 這個就不會是一個必要 有些人不見得需要碳水在重訓前 有些人可能吃蛋白質吃點脂肪 給他身體的那種反應或是精神的狀況會比光吃碳水還要來的好 所以說你真的要去自己不斷的嘗試一些不同的方法 然後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的方法 這是我們幾天到的帽T 然後這是褐色的 我剛剛打開先做確認 黑色 有些大陸地區的朋友想要買Tiger的話 由於之前前幾次我們上的東西 都沒有跟淘寶同步更新 或是更新的比較慢 從這次的無袖帽T開始 我們就跟淘寶同時同步更新 所以應該是下週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寄出 我們在淘寶上面也可以買到我們的帽T 等一下呢 要去台北去看一場健身的比賽 是Muscle Mania 他們到台灣這邊來辦比賽 那我們去的原因呢很簡單 就是要幫我們贊助的選手 還有朋友Sebastian幫他加油 之前答應過他比賽的時候呢 要去現場幫他加油打氣 所以這次我們會去 原本今天禮拜六天氣不錯 因為沒想要出去 但是才想到說 Oh shit 今天是Sebastian的比賽 所以沒辦法 然後明天禮拜天呢 早上的時候 我要再去台北 去拍一些商品的照片 做一些外拍 一整個禮拜下來 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工作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至少我是在做 對我自己有熱情的東西 然後我也是在為我自己工作 而不是為了別人賺錢 我是完全完完全全 願意現在辛苦的 好我們終於到了 我剛剛開車一路上 一直躲車很快 30分鐘到了 應該Sebastian剛剛還沒上台 希望他還沒上台 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先找一下場地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他好像是超級Iber 哈哈哈 超級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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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超級Iber he 我們剛剛太晚來了 但是聽說他比的不錯 他現在成績還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休息 等一下應該就會馬上 哇 那是瘋狂的 謝謝你來兄弟 謝謝你 我記得我們 來看到兩年你很小 我覺得兩年來你 你很小的 這應該是最ako最好的 我身材我身材 我身材我身材 現在我身材 現在我身材 我身材 你自己看這一次 我會知道各位在前輪的影片 我先開始覺得 大家已經參與他 但如果沒有 就必須是看他的影片 他沒有最保持的影片 我們在YouTube上 我只是想看他的技術 結果就變了 謝謝 他們剛已經比完賽了 應該馬上就要勾步持股 看完比賽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下的感覺是怎麼樣 由於這一次是第一次 Muscle Mania在台灣辦比賽 所以規模上面的話呢 當然不能跟Muscle Mania 在其他亞洲地區辦的比賽相比 所以這次規模會比較小 但是雖然是小 我覺得反而會拉近那個台下和台上 比賽選手的距離 其實我對這種健美比賽 並沒有太大的研究 甚至也沒有太大的興趣 我想應該是沒有太大的興趣 所以沒有真的去研究他 那至少我們當天看到的 Weight Class或是不同的Division 其實沒有很多 像是Bikini的話呢 好像記得只有四位選手參加比賽而已 我們當天因為太晚到了 所以說完全沒有看到Sebastian's routine 他在台上的時候呢 看得出來他就是非常的享受他在台上的時間 因為想想看他這一段時間努力 就是為了要在這個短短的幾分鐘內 展現出他最好的體態 在Sebastian's weight class參賽的選手總共只有四位 那主持人當然是先從最後一名開始報 當主持人報完第三名的以後呢 剩下兩位選手就是Sebastian 還有另外一位參賽選手 當主持人報第二名不是Sebastian 表示說Sebastian得到第一名 那個時候全場都要歡呼 我覺得那個情況真的是蠻有趣的你知道嗎 就是我也自己很興奮 因為看到自己的朋友得到第一名 第一次參賽很多東西他都不懂 然後都是一邊走一邊學 然後得到他的量級的第一名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當天有到一個Musclemania Pro 這位來賓在Musclemania 算是非常有名的 你看到他的肉量在台上的颱風 那真的是蠻驚人的你知道嗎 他整個肌肉線條 整個發達的情況 是非常非常均衡的 就是真的是一個完美的肌肉 相信這是很多很多男生的目標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覺得我看到他的整體的比例 我會覺得哇操 我自己還有好大一段路需要努力 第一次比賽就第一名 你看看 完全是真的 做這種事 做得很感應 怎麼又開始拍照 怎麼形容 怎麼感覺現在 非常棒 這位是真誇張 有種誠意 成為了項目頂王 我操作大一代練 我的剣 恭喜之外 他也是很生氣 他做得很善 他做得很好 但現在 我們現在到外面走 吃點東西 會有點吃 -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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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忘記結尾了 我覺得這些比賽我都非常非常敬佩 因為我可以了解那種在減脂的痛苦 然後你想想看要把自己的身體 經由這麼長的時間控制熱量 然後控制這些慾望 控制這些誘惑 對於食物的誘惑 當你在比賽後期的時候 你吃的熱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同時你的碳水也是攝取非常非常少 我們頭腦需要的養分就是碳水化合物 那當你在碳水化合物非常少的時候 相對的你的腦袋就沒辦法真的運作那麼的正常 而且今天比賽並不只有要把你的身體處理好 讓你的體脂肪下降 同時你也要去懂得怎麼樣展現你的體態 種種加起來那個壓力真是非常非常大 對我來說 目前現階段 甚至我感覺將來我都不會想要比賽 因為我想要把專注放在自己的事業上面 所以這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敬佩 昨天看Sebastian比完賽以後呢 可以看出來他就是非常的放鬆了 你知道嗎 那一顆大石頭卸下來的感覺 所以在這邊非常恭喜Sebastian 第一次比賽就在他的量級拿到第一名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們現在要去台北 然後我們要拍一些商品的照片 就像我身上穿的這件背心 我們要去拍一些外拍接拍這樣子 所以 wish me luck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拍 在台灣要找一個適合外拍的景 我說真的 是有點難度 到處四處看都是很多不同的 雜雞雜八的招牌 真正破壞美觀 所以找到一個location 然後要知道要拍什麼 真的是非常難度的 所以我們就今天結束 就在這集中間 也請大家拍照 我會看你 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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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